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本期的索文思 今天是4月24号 星期三 今天我们的股市收成了一根小阳线 22个点 把昨天的下跌的这20多个点给收复回来 那么有很多人讲 在这个位置是不是我们就可以大量的去交易了 短线上是不是恢复了市场的房仲长盛 对吧 我们就可以干了 大家可以看看 整个市场目前这几个月的时间 基本上是走一个上下震荡的这个弧形的这个结构 那么站在我一个投资人的角度来讲 我觉得决定我们能够做还是不能够做的两个东西 第一个市场有没有热点 当下肯定是有热点的 这个我在文章当中都讲过 对吧 比如说CPU这个方向 这业绩确实是不错 假实话 这很多公司增长百分之二百百分之三百 这两点涨得也很好 还有军工那个方向 因为我们国家有一个新的概念 提出信息支援这个方向 这两个方向确实是在热点上有 但是呢 成交量不行 讲实话 这个成交量只有七千九百亿左右 这个成交量是非常之弱的 就成交量不行 你有热点 其实对我们仓位控制来讲 大家也要注意 这个仓位不要太重 为什么 因为市场没什么人气 人气决定一切 对吧 你人气的话不够 实际上这个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所以这一段时间 其实我跟有些有自的朋友在交流 实际上大家也认为 在国九条之后 整个市场短线炒作的高度 已经大幅度的缩减 因为国九条要求是炒作这个有业绩的方向 炒作一些非常有价值的 对吧 对国家有需要这种方向 那么现在这种胡乱炒作 一炒作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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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炒作十几百分 这个是这个十二百 十三百 十四百 这种东西 我觉得短时间之内应该来讲 诶 逐步的在减少 大家可以看到 最近的这个板的高度 也是在下降 那么最关键的就是成交量 我觉得太弱 所以这个这个阳线的话 背后没有成交量支持 我认为它走的不会太远 为什么 因为整个市场临近了这个围节的一个五天的假期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现在还有四个教育人 你是持币过节还是持股过节 对吧 那这个问题我认为持币过节的人可能比较多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市场 因为我们市场本来就有五穷六绝 对吧 七番生 那到五六月份 其实本来韩情就不是特别好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大家有可能成交两回下来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美国的制裁 不仅美国在制裁 而且欧盟也在跟随着美国在制裁 大家可以看到欧盟今天对中国的医疗器械这个幻想 也在开始制裁 明天可能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医疗器械公司 有可能会出现比较 可能会出现下跌 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 因为我们的医疗器械公司 有的对外的这个医存度达到40%左右 所以这个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虽然说我们现在在反对 但是他如果坚定的跟美国走 对我们来说还是比较有影响 那么对其他方面来讲 这个我们刚刚讲 这个美国的制裁这个事情方面 对其他方面来讲 我认为就目前来讲 房地产的影响 对消费各方面的影响 其实都是对我们的信心 是一个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影响 就是信心还没有恢复回来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对大家来讲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段时间 大量的去买股票 其实我身边很多的普通的老百姓 其实买股票买的还是比较少的 并不是很多 大家的这个信心还是不行 那么今天我们重点要讨论一个话题 这也是我这点想了 我就说能不能讨论这个话题 但是我今天我还是想讨论这个话题 就是其实单下最大的一个理工消息 我认为就是美国提出了 那个制裁中国的银行体系 这个消息的话 虽然说它是不经意的提出来的 但是确确实实 如果这件事情要是发生 对整个股市的影响 那是非常巨大的 那么我们从几个方面来讲 这个事情我想了有两三天 我们今天跟大家互动一下 大家认为这件事情 如果出现了 对我们的影响大 还是对美国的影响大 我们先来说 对我们会有什么影响 首先第一个 我认为短时间之内 那你如果真的 把中国这么大的一个经济体 从SWIFT系统听出去的话 那么我们对欧洲美洲的这种贸易 有可能就会惭惯掉 因为你这结算怎么办呢 对不对 而且本来经济就比较弱 受房地产影响 如果外贸这里 再出现什么问题的话 对我们来讲经济压力 那肯定是很大 这一点毫无疑问 对吧 你影响了我们的结算 结算的效率 确实压力就很大 但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事情是 这件事情我赌美国不敢做 为什么我赌美国不敢做 因为我觉得他如果要做的话 对他的影响可能是灭顶执载 为什么这么说 这一段时间 我从就是我自己的朋友在美国的 就他们说美国的这个产品 依然是这个消费品 依然是非常高的价格 就是我说他爆的话 不会有百分之三点几吗 他说绝对不是 就对他们来讲 他们是能够感受到这个物价的上涨 量是比较大的 那么美国为什么说 现在他的这个通货膨胀 你还可以控制在百分之三点几 甚至百分之四点几 因为他大量的生活必需品 生活的产品是从中国这地方进口的 而我们的生产成本 比美国的生产成本要低非常的多 我跟大家讲一个例子 最近不是有管教会吗 大家知道管教会吗 管教会中国目前为止 卡车 我们中国是全世界的卡车 零倍键的这个供应商 我们中国前十大卡车 就是动力卡车 这个非常大型的这个卡车的 零件供应商 他们这个零件供应商 哪家公司我就不说 也是A5的上市公司 非常有名的一家企业 是山东的一家企业 他们这个这个产品 就是美国进口过去的这个产品 他把所有的关税 加在我们这个产品上 就是你不是加关税加百分之五十 没有关系 十块钱进的 我加百分之五十给你十五 对吧 你把这个东西给我 他然后再加个三倍到四倍 他是他们自己说的 他加了三倍四倍 再卖给美国人 也就是说当前 他加给我们大量的关税 其实全部是由美国人买单的 他是离不开这种廉价的产品 那么有很多时候 那他自己生产不管了吗 我告诉你 他自己生产 比加上关税 可能还更加不划算 依然是 我们加了关税 我们依然是划算的 因为我们比较便宜 那么如果说 他真的这个外贸结构系统 不行了 对中国的进口中断 那你想对美国的影响是什么 美国的通胀一定会失控 这毫无疑问的 他的通胀有可能会飙到两位数 你说美国敢不敢敢 咱们不说飙到两位数 你就算飙到百分之六百分之七 美国人敢不敢赌一把 我个人以为 只要脑子正常的人 基本上都不敢干这事 对吧 你如果通胀膨胀涨到百分之六百分之七 那你恒星通胀膨胀会到多少 而且最关键的是 他们现在在大选 对吧 那你如果把通胀膨胀搞到百分之七 那你说特朗普 对吧 一定会打这个对方来攻击拜登的 所以我认为他短时间 他不敢干这事 所以这件事情 当然如果他真的通胀膨胀爆棚了 那对于我们来说 他肯定要加息 不断的要加息 他自己加息到一定程度之后 他自己的股市 他自己的金融系统也会出问题 你加息完之后 你那个美债 大量的美债 你那个收益是多少 对吧 你那个债券的 你要付利息的 你付利息你付得起吧 对不对 你那个利息从哪里来 而且你加息那么高 是的吗 我们的股市不行 我们的股市一定会下去 而且日本的股市也会下去 全世界的股市都会下去 但是美元会大量的流进 美国去博取你那个没有风险的利息 如果大量的美元流入到美国 博取你那个没有风险的利息 你那个钱是要付出的 是第一个 第二个 钱大量的进入到你美国去 请问 你那个通货膨胀 你不是更难控制吗 所以他敢这么干吗 对吧 这是第二点 我们要谈的 第三点是什么 第三点是我觉得 这更加可怕的事情 是中国一定会搞出自己的交易结算系统 你看 这个安卓系统 美国说把这个安卓系统给停掉 你看 现在华为的红红系统 你们现在用华为手机的 红红系统是不是没什么问题 基本上是可以取代的 他说芯片不供给华为 华为是不是 Made60也出来了 P70也出来了 也基本上解决了这个问题 那你说你美国的SWIFT系统 你把中国的提出出去 没有问题 中国有自己的系统 目前为止 这个系统也比较成熟 那正好 凡是想跟中国交易的 那你加入到我这个体系来 我被他制裁了 那你加入到我这个体系来 那么如果说 他加入到我这大量的国家 加入到我们中国的这个SWIFT系统 那美国的这个八权工具 有可能就会摊打掉 那至少整个世界 就有两个结算系统 那么这两个结算系统 你想想看 美国把中国排出在外了 那我们的系统 是不是也把美国排出在外了 那么这个实际上 他会断掉美国一大块的业务 因为你用SWIFT系统 你就用美元 你用我们的系统 那你就用人民币了 那么实际上 他会对我们人民币体系 对我们人民币的国际化 是有好处的 美国敢不敢这么敢 美国敢不敢 丢掉美元的地位 让人民币横行天下 我相信他们政客也就是打个嘴炮 因为现在人民币的结算 在不断的提升 我们现在到2024年的3月份 我们的结算已经占比的 全世界的占比 已经到了4.7% 跟2月相比 我们这个比例在增加 欧元现在美元是39.92% 40%左右 欧元是36.56% 英镑比我们还高6.3% 凭什么 对吧 如果说真的 他要是把这个排除在外了 那我们可能就达到百分之三十几 那么对于全世界来讲 欧元的这个体系 这个优势就不存在了 对吧 美元的这个优势也不大存在了 因为为什么 他被我中国这个 因为我们切的蛋糕 是人家那个地方分过来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A股单 就是我们中国这个这个银行体系 我觉得他不敢排除在外 然后人民币的国际化 如果加快 美元 你想看美国这么些年 他依靠的是什么 他依靠的就是美国的美元的铸币税 如果说美元的铸币税不收了 你想看人民币会怎么样 人民币一定会升值 如果人民币会升值的话 我告诉大家 反而对股市有好处 你看我们一直以来 美元对人民币 美元对美元人民币对吧 美国 如果说我们的人民币贬值 一般情况下股市是资本流出 那么我们的股市是下跌的 如果人民币升值 资本会流进它 所以我个人以为他不敢拿这个体系怎么样 但如果他真的这么做了 非常通贯地做了 短时间之内外贸类型的股资 那肯定要小心了 那么对于单钱的这个市场 我依然是认为整个市场目前为止 还是以炒作业绩这个方向的股票为主 虽然说有低空经济 有军工相关的概念的炒作 但是炒作业绩这个方向更加保险 往下上涨的时候呢 可能大家都比较好 对吧 但是往下下跌的时候 有业绩的股票 往往比那种垃圾股 下跌的速度要慢 它给你出场的机会 而那些股票直接放一个一次跌停 你怎么出来 你没有办法出来 所以选择业绩增长的方向更加重要 那有哪些业绩增长的方向呢 那最近美国对中国的变压器市场 要求的比较多 比较好 然后呢 最近我在这个文章当中 今天选了三个 最近我们的存储企业 有一个龙头业绩增长也比较好 化工方向 有个公司 一季度的业绩增长200%多 你看着不经意 它业绩已经反转了 再反转 为什么 因为石油价格在上场 它的这个价格数 跟石油价格跟这个都有关系的 而且大家还要注意 在最近的这段时间 CPU这个方向 CPU这个方向 虽然说单向比较 还比较强 但是CPU方向 现在有一个事情 我认为这个事情 挺担心的 就是那个天 一中天 那个天 那个方向 那个公司 天福那个方向 那个公司 它业绩增长百分之二百 但是它老板去减持了 就是管理层减持 这意味着今年有可能CPU这个方向是业绩最好的一年 后面的业绩可能不一定 所以大家注意这个方向的炒作 炒作到今年七八月份 我觉得也就八九顶多 不会超过九月份 可能就要结束 所以在这个里面 正正当当正正当当 大家注意 还是短线的 还是炒作短线的 根本就没有什么中下级科研 因为什么华为进来 华为来供应这个东西了 价格会往下跌 新能源汽车这个方向 大家注意 今年的新能源汽车也不会太假 你们看看特斯拉就知道 特斯拉现在在降价 现在股价的话 一天不如一天 对吧 因为它不占优势 是吧 它不占优势 你们自己 我不知道它有一个试驾 特斯拉就对我演出当中 我就觉得它是一个裸车 就里面的这个内饰也好 性能也好 电池也好 各方面的好 好像跟中国车相比 我个人以为都不如中国车 所以它的价格在不断的下跌 它现在两万多亿的市值 对吧 未来能不能 我觉得能不能保住 这个两万亿的市值 可能都是个问题 它如果下跌的话 那中国车企肯定会下跌的 这个我中国车企一定会跟着它走的 如果中国车企下跌的话 那你想想看 对吧 那么对我们的业绩预期 可能会有影响 所以车企这个地方 大家要注意 重点的今年 大家就注意这些业绩增长的方向 这个我都在文章当中 跟大家讲的比较清楚 好 今天重点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希望大家 对这个制裁银行体系 这个问题 我们大家可以共同讨论 及此管理 大家可以想一想 真理越北远迷 只要不讲脏话 我觉得怎么都可以 好 今天重点我们就讲到这里 大家关注所谓斯的观传 关注所谓斯的视频 热闻手机 有点传 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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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